所以既然这个罪恶的世代的结局是如此的恐怖 我们如何才能够被拯救呢 我们如何才能够获救呢 提撒诺人家的前书的第一章 第十节 刚刚讲到了 谁来救我们呢 耶稣来救我们 耶稣他来拯救我们 脱离那个将要来的愤怒 这是这个罪恶的世代 将来要在将神的愤怒当中受到审判 而耶稣要在这个审判来临之前来救把我们 所以回到加拉太书的第一章 讲到说我们怎么获救 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说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那么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来拯救我们呢 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 他为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舍己 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 为这个字就代表代替 救赎 舍己呢 就是为我们而死 所以耶稣的死 耶稣献上了他自己 成为一个救赎的一个祭物 原因是我们的罪带来是上帝的咒诅 神所判定的一个罪 他的状态 罪就是人人必有意思 而这个死的刑罚 死以后的审判 咒诅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舍己 所以这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 也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 或是革命性的一个教导 我给各位去看一本书 约翰斯多德写的 《世界在等待的门徒》 在这本书里面 他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 他的独一性 跟他的独特性 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他的道成肉身 第二个是他的待人赎罪 第三个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 虽然今天我要所分享的经文 大部分是在耶稣的待人赎罪 但是我们知道 复活节所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意义 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那么我们在圣诞节当中 我们庆祝的是耶稣的诞生 因为他道成了肉身 带来大好的消息 就是他要在为人类来受审判 为我们来赎罪 有一部电影叫做《拯救雷恩大兵》 我相信各位都已经看过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里面描述了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时候 盟军从英国登陆法国的 诺曼帝海滩的这场战役 在这场战役里面 在这个故事当中描写了有四个兄弟 他们是一家人 同时在参加这场战役 三个兄弟同一天 战死在洛曼帝的沙滩上面 海滩上面 所以当国防部在整理这些阵亡将士的名单的时候 发觉这三个人同样一个姓 然后同一个住址 表示国防部要把这个电报 要寄到他们的父母的家里面 所以各位可以想见 一个父母 一对父母在同一天接到了三封电报来说 他的三个儿子在同一天阵亡 这个情何以堪 所以当时这个假想的故事里面 这国防部长就下令 他还有第四个 他们家还有最后一个儿子 不过最后一个儿子呢 他是一个空降部队 他已经被空投到德军的 大后方的阵营 敌军的阵营后面去了 所以国防部就为了保存 这个小孩子的生命 就下令 已经登陆在诺曼地战场的美军 盟军要组成一个特别的搜救小组 要进到德军的后方 要把这个人 这个小兵把他救出来 他的关接是private 英文叫private 就是二等兵的意思 那他是雷恩 所以这个题目叫做 拯救雷恩大兵 拯救雷恩应该二等兵 那么这个排长 就是中间这位 Tom Hanks在住院 他组织了大概十个人吧 要进到后方 所以这些人 他们被招聚起来 要进到后方 渗入敌军后方的时候 他们都在嘟囔说 这个人是何方神圣啊 他有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我们要去救他 等等等等 大家都在埋怨 也不晓得他是谁 其实呢 这个人真的没什么来头 他真的没什么来头 他就是一个在关键里面 最低的一个兵 只是国防部长下令 要把他救出来 所以这群人就奉命 进到敌军的后方 先把德军的后方 把他救出来 最后故事的结局 当然是 这个雷恩被救出来 但是进去救他的人 全部都牺牲掉 所以这个故事很感人 他传递的 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 这就让我们想到 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主耶稣也基督这么说 他说人子来 是为了来寻求拯救 世上的人 他是来寻求拯救 世上的人 耶稣也在 马可福音的十章四十五节 他也正自己怎么说 他说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服侍 而是要服侍人 而且为人舍命 做多人的赎家 所以复活节的故事 是一个救赎的故事 而福音的故事的内容 就是有一群人 得到了拯救 脱离了险境 在美国的纽约市 在1997年的时候 纽约市里面的一位 拉比 犹太人的拉比 他的名字叫做 Hero Kushner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就是当坏事 临到好人身上的时候 他描写是 他们犹太人 在二次大乱之间 期间受到纳粹的屠杀 将近有六百万的 犹太人丧命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描述了 这个屠杀的暴力事件 这么一件败坏的事件 怎么会临到我们犹太人 这个上帝的选民 我们这一群好人的身上 你乍看之下 乍听之下 觉得这个题目没有错 好人怎么会遇到这坏事 包括我们自己 当我们身上发生了很多 所谓不幸的事件 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通过教育家 老天爷 你的不公平 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或是英文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 可是我刚刚已经 跟您分享过了 在这个世界里面 每个人都犯了罪 在圣经当中 我再举几段经文 在耶利米书讲到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够势透呢 世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还有如经上所记的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都是偏离正度的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义人 没有寻求神的 没有行善的 保罗在这里讲到 非常中肯的对我们描述 我们真的是 法善可成 心中毫无良善 所以在这三段经文 给我们得到一个 看见 一个结论 就是没有所谓 不邪恶的 普通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罪人 只是我今天 没有犯这样的罪 是因为 你没有给我这个 罪的环境 如果你给我这个 罪的环境 我想可能这个罪 把它换掉 我保证 会比其他人 做得还坏 今天你没有一个让我犯罪的环境 所以我可以道貌 岸然地在那边假装表现 但是一旦在四下无人的时候 在没有人观看的时候 各位自己可以思想一下 你脑海里面所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 大份时间 我想你大概不敢跟别人分享 甚至连你自己 都会很惊讶 我怎么会是 有这种想法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 读到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第八节 耶稣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我们要连在他当中 我们再多结果子 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 对不对 说如果我们离开了神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可是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 如果今天没有神的话 我想我什么都敢做 就是你给我一个 让我可以犯罪的环境 我大概是我会有任何忧郁 手当一股脑的 我可能就干了这件事情 所以福音告诉我们 我们比我们自己设想的还要邪恶 如果你今天觉得我们自己还 还自我形象良好 我这个人还挺不错的 我其实没有想象中的 没有你们说那么糟 我只是大国不犯 小国不断而已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各位我们对于福音 认识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肤浅 什么是福音 如果再重新用Herold Kushner 他的这本书的书名 当我在思考的时候 我会这么讲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 提到说 神有丰富的怜悯 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我们得救世本乎恩 神他如此的爱我们 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叫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 好叫我们将来借着他的四里复活 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 而这都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如果今天我来回答Herold Kushner这本书的话 我会把这个书名改成这样子 我会改成 When good things happen to bad people 当一个上帝的拯救的恩典 这样子一件好事情 居然临到了我这种十恶不赦 无恶不作 心中毫无良善的这么一个人的身上 这些好事怎么会轮到我的身上呢 这个时候我要问的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 弟兄姊妹们 朋友们 这是福音啊 这是好消息啊 这是复活节所带来的福音的好消息是 神爱我们这一群罪人 叫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所以R.C. Sproul讲过这句话 他说 When do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坏事什么时候灵过到一个人身上 他说在历史上 It only happened once 只发生过一次 And he volunteered 而他是志愿的 神平意思 在历史上 什么一件坏事情发生在一个好人身上 就是在两千年前 一位完美无缺 纯全善良 上帝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一个全然圣洁 毫无瑕疵的一个人类的代表 他心甘情愿地 让我们这一群罪恶的人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用最羞辱 最悲贱的方式 让这件坏事 临在他的身上 让所有的罪 全部倾倒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为我们的罪 成为代数 成为赎罪祭 以至于上帝可以 颜面不堪 而不让他的愤怒 来倾倒在我们身上 而倾倒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耶稣基督成为了 我们的挽回祭 上帝再也不用 他的怒气 他颜面不看我们 而让耶稣基督的义 来成为我们的义 R.C. Sproul说 这是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但是他是自愿的 耶稣是心甘情愿的 为我们上了十字架 因为神爱世人 赐下他的独生子 来为我们而死 这是福音的好消息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他为我们的罪 舍己 付上了所有我们本来要付 我们应该付 但是我们付不起的代价 而耶稣救了我们以后 是我们完全从刑罚 从咒诅当中被释放出来 我们再也不会在那败坏的挟制当中 我们开始了有了自由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 这个神的真儿子当中 我们得到自由了 真理叫我们自由 我们在这个真理的本体里面 在这位道路真理生命的本体当中 耶稣说我叫你自由 你们就真的自由了 我们从这一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 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所以我刚刚前面讲了 福音告诉我们 我们比自己设想的还要邪恶 但是福音的后半段 真正的好消息是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比我们自己设想的还要蒙爱 还要被神接纳 他真的不在乎我们自己心中的如何的破碎 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破碎 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而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 那么在加大书第一章里面 那父神做了什么 父神在这件事情上 使用上帝的大能 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让看见死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死亡再也没有任何的权柄 耶稣基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 死亡再也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赢家 人人都有意思 使得在这个世界上会有死亡 可是耶稣基督的死里面复活 告诉我们死亡不再是我们人生的 最后的终结的终结点 它只是在一个进入永恒过程当中的 一个中间的终点 从终结的终变成终间的终 因此如此 他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后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这是上帝的那点 我们就可以与神相合 我们可以进入在与神和好和平的福音当中 所以这个叫做平安 这个平安代表是两方和谐的在一起 再也没有任何的纠结差距 让中间隔断的部分 可以让人与神和好 让人与人和好 让人与自然界 人与万物能够全然的和好 这是福音的好消息 他叫恩惠平安 也来归给我们 包括归给加拿大的各教会 也归给了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人 那么父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父神要这样做的原因是 这是上帝他的旨意 有时候我们在说 神的旨意是什么 在今天告诉我们 上帝的旨意 就是要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 所以父神的旨意 他的热心 夜化热心 要成就这个事情 是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安排 他安排了我们 来拯救我们 而我们这群人 有时候还懵懵懂懂 根本不知道 我们是要被拯救 可是神已经拆取了 他的主动 所以基督的救赎的工作 都是父神他开始的 是上帝的呼召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行动 所以难怪 保罗在最后这个地方说 这真的是上帝的荣耀 荣耀要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当我们重新来思考 这个福音的本质的时候 你发现我们在人当中 实在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上帝主动地来 进入到我们的世界 保罗也在以复所述告诉我们 在创世以前 神就已经开始了 这样几个救赎的工作 在耶稣基督当中 来拣选了我们 所以父神这样子一个 照他旨意的工作 来完成了这样一个 伟大的救赎 所以福音告诉我们 救赎开始都是上帝的作为 在福音当中 我们被达到非常非常低 我们是毫无良善 但是福音要告诉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被升为至高 到一个我们从来 没有想到的一个高点 真的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这样子的恩典 而这一切都是基督的工作 都是上帝的作为 都是上帝的荣耀 我们只能凭信心 我们来接受 我们来感激 同时在我们的生活 行为当中 被福音更新以后 我们产生一个 自然而然从心中 出现的一种敬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